這就是我們今天 哇 有人裸甜 我們要一萬八 看起來超噁心的 很像樹在跟你講話 我說你是狗嗎 一直掉然後眼睛一直掉 一直笑一直 我感覺好像不是跟你們 從一個空間裡面 你叫你要掉下去掉進去 我起步了 你這樣要上去 這支影片呢 只是告訴大家我們的經驗 並不是推薦大家去做 各位早安 我們到阿姆斯特丹了 女生的房間就是這麼的軟 昨天晚上坐著飛機 從維也納飛到阿姆斯特丹 相信如果有看過我之前的影片 應該就會知道啦 但是這次呢 我們就是會用另外一種模式 來去好好的explore 因為現在天氣非常的冷 又有一點下雨 所以我還在想 到底要怎麼帶他們去玩 等一下呢我們要去牽車 所以等一下可以跟大家說 就是怎麼去牽車 其實就是國際駕照跟台灣駕照 國際駕照 台灣駕照跟護照 對 這三個 等一下我們去牽完車之後 就要到阿姆斯特丹市區 我們要找一個朋友吃飯 吃完飯之後呢 我們就要一路開到路特丹喔 因為路特丹其實蠻近的 大概一個多小時就會到 不多說我們等一下出發去租車囉 各位我們車子到了 就是這台BOBO 這邊啦 刮得很嚴重要拍 必須的 我每次租車我都發現一件事情 明明就大家有買保險要去修 但出車公司都不會修 然後照樣賺大家的租 然後就給你損壞的車一樣給你開 對啊 你自己看前面損壞成這樣 他也沒修啊 可是如果你弄到這樣 他就會給你鎖賠 一定會 然後還有一個損壞 壞 你好車我們要去吃飯 今天我們中午要吃的叫做 他荷蘭文有點難發音啊 因為我剛剛用Google發音 他說 The Pantry 對對對就這家 欸 有啦有啦 我先進去裡面看看 歡迎我朋友 黃婷 來自台灣的 欸你明天沒有要吃自我 沒辦法 為什麼 因為我通常都一年會吃一次 很像是我每一年的Retro 因為我覺得觀光客吃的那種是比較淺的 然後就是你會看到很多東西 很像樹在跟你講話 然後你就覺得說天啊 就我可以跟世界萬物對話 是真的會有這樣的感覺 可是我們吃的東西是比較 伎倆比較多 然後它就有點像是 會讓你進到你的潛意識 然後讓你去面對你不想面對的創傷 好恐怖喔 難怪你只要一年一次就 因為那時候超happy的 那時候我就是狀況不是很好 然後我男朋友就跟我說 你不用講我都知道 一個是我們嘴巴在對話的時候 一個是我們腦海在跟迪斯對話 所以他就可以讀得到你喔 就是因為他在我腦海前一時 可是因為你在同一個空間吃就可以這樣 對 所以他很關注到就是說你周圍的人 我那時候我就閉上眼睛之後 就突然有一個聲音說 你要去哪 然後我就說你是誰 我說你是鬼嗎 他說不是 他說我是你 只是你平常不會聽到我 就是我們心裡的聲音 好像都這麼能格的那種錯事 你知道嗎 好像我認識一下生存的事情 對 就是你其實心裡面 就是都會有一個聲音跟你講話 然後他問我說你想回去 哪一個地方 我說最快樂的時候 然後你知道怎樣嗎 超可怕 他回到我第一個家 然後餐桌上是我爸我媽我哥哥 我們四個人在吃飯 然後笑得超開心的那個畫面 然後就覺得天啊超感人的 這支影片呢 只是告訴大家我們的經驗 並不是推薦大家去做 謝謝我們王庭為我們分享他的人生故事 王庭說 他的香腸好吃 你看這個冒煙的耶 很Q 這是你們會喜歡的 這個是好吃的香腸 我點了一個魚 但是我覺得這個魚看起來還好 我們這幾天都吃什麼豬肉排 那個豬肉排 這個是我的那個 它裡面好像也是馬鈴薯就是炸的 我真的是吃不出來耶 那你們覺得如何 好吃耶 我吃雞肉的 它是醬裡面有花生這樣 很特別 然後配這個 好大家enjoy啊 我們等一下下回見 我們王庭說要帶我們去吃一家什麼 很像是台灣甜甜圈的東西 然後它只有在冬天靠近聖誕節的時候 才會出來的攤板 所以它平常不會在那邊 那邊沒有 各位那間 冬天的時候 就你看到這個時候你就知道冬天來 差不多要來 賣到就是聖誕節結束 或是到最多就是一月初 就不會再賣了 這個是音樂廳 然後這邊是一個很美的apple store 好大間喔 可是在歐洲買apple不會比較便宜啊 所以超貴的 我們要來去吃這家甜甜圈 欸我覺得這個超像那個 台灣那個兩香好你知道嗎 超級像兩香好 最好吃的時候是剛出入 然後熱騰騰會被燙到 現在有點冷 但還算是還ok 來吃吃看我們王庭介紹的 嗯 哇 欸那好Q喔 欸你過來很厲害 它有點像是台灣貓店裡面 會吃到那個麻糬麵包 熱熱吃的話更好吃 它真的應該要熱的 所以大家只有冬天可以買得到喔 那一定要吃 在荷蘭這邊最漂亮的apple store對面 如果你看到它就代表可以買 看不到它就代表不夠冷囉 我們要到剛剛王庭介紹給我們的coffee shop 王庭說這家厲害的是它剛好外面就有停車場 所以說你就是可以停完車然後直接走進去裡面買 它裡面是不能拍的 hello我們買好了 everyone 為你們精選了三根 而且它其實有跟我們說就是它的分類 它是有分relax跟active 我們買了兩個relax的mix版本 然後還有一個是active的 然後還有一個這個 我們買了這個蛋糕 萬聖節限定的南瓜蛋糕 然後還有就是很classy的布朗尼 所以我們總共買了兩個蛋糕跟三根 這個是剛剛王庭介紹給我們的家店 因為我上次體驗的時候呢 它量比較大一點 最後面我拿著go pro 我一直跟小楊說 我是不是錄了很久 我好像錄了一個多小時 然後小楊就說 那你放下 你去洗澡 可是我放不下來 很煩 結果你知道我隔天早上看我的錄 大概15秒了 YES 現在我們要開往路特丹囉 從阿姆斯丹開過去大概一個多小時的時間 首先呢我要先帶你們去小孩梯房 那邊剛好是有一些比較老式的 荷蘭風車 然後現在因為還沒下雨 如果你們要在那邊try的話應該是ok 因為它就是outside 可以了 那我們出發囉 go 後面 中間那個 中間那個夜市 中間那個夜市好無奈喔 真的是不要坐中間 這邊就是我們的小孩梯房 這整區呢大概有19個風車 所以說呢我們等一下一路看過去呢 它就是一整排很漂亮 而且這個風車它是真的從以前留下來的 復古程度啊跟我們其實去其他那種觀光景點 看起來不太一樣 因為它真的是從以前留下來的 現在要為大家介紹為什麼要叫小孩梯房了 因為以前呢這邊的風車都是拿來做排水用的 有一次一個大洪水過來 然後那時候當地的居民啊他們就想說 趕快要來修復一下到底有沒有地方被破壞 當他們來到這裡的時候呢就發現 欸這個河上面飄了一個籃子 結果他們去拿他的竹籃一起來 看你有個小朋友很安靜的乖乖的躺在裡面 他就被取一個小孩梯房 真的是傳說之一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聽說這邊的堤房都比較矮一點點 其他地方的堤房都比較高 相對來講話比較矮 所以他就叫他小孩梯房 然後他在1997年的時候被列入了為世界文化理財 因為他這邊總共19座都是從以前留下來的風車 但他聽說好像只有兩個風車是可以進去的 裡面好像就是有床啊 有以前他們在這邊生活啊 就工作人住的地方 往這邊走的話就是可以參觀的那個風車了 但因為我們沒有買票 所以我們就沒有人要進去裡面看 1738年開始咧 好像變成一個museum了 因為都會有寫那個數字 我覺得在這邊的話真的是有一個浮化的感覺 而且像太陽下來也好美喔 各位我們現在要前往我們住宿的路上 此時呢我們已經準備好先來我們的第一口 這是我的第一口喔 這是我的第一口 滿好吃啊 這是我的第一口 好的 這是我的第一口 各位我們快到了 但是因為我現在還聯絡不到房東 所以我也不知道狀況是怎樣 因為房東說什麼 用我的email可以登錄他們的網站 結果我也登不進去 所以我也覺得很奇怪 而且我要告訴大家 今天住的非常貴 我有史以來住過最貴的 我們要一萬八 超貴 是右邊那個嗎 就是最右邊那個 真的假的 水上那個 好酷喔 這就是我們今天 哇有人裸鐵 馬上看到 我們今天晚上住的地方 超酷 超期待 而且它好像有那個腳踏車可以租的樣子 帶他們來住水上屋 而且我們應該是住後面最大的間的家庭房 我們是No.2 這間 這間 但是我們要密碼怎麼進去 我知道我去問鄰居 等一下 這可以騎嗎 好像要租欸 我們的鄰居 借了我們電話 幫我們打電話給房東 然後那兩位也太帥了吧 喔呼 哇 歡迎 哇這個晚上睡覺會暈欸 它好像是那個咧 沙發床 它床是這樣子打開的啦 它這裡還有通靈機 上面這邊 所以它晚上說要看 可以直接照到這邊 好像是這個部分 馬上的臉子拉下來 對對對 馬上的臉子拉下來 對對對 馬上的臉子拉下來 喔 是嗎 是大的 就像雙人啊 那上面的是什麼 喔 被子類的 喔 被子類的 好這個是我們的廁所 來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還蠻可愛的 這是什麼 這該不會的床吧 洗碗機 哇塞 裡面叫洗碗機 有吹風機拉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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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感覺超冷 很冷啊 等一下去問他 你好笑 你好笑 我們要做 我們要做一時間這樣子 我們會超過 不會 結果變的時候 之後我看起來比較正常 還是我們先 黑車回去放 好可笑 我們現在在吃肯德基 為什麼突然改變計畫 因為我們很快 我剛剛的笑是 請恥不曉得 就一直笑一直笑 然後眼淚一直亮 一直笑一直亮 我給你們猜 你覺得我錄多久了 坐在這邊錄多久了 我覺得大概錄十分鐘 六七分鐘而已 八分鐘吧 六七五分鐘左右 我才錄 兩分鐘死心跳 我才十分鐘 你過去是不是 然後他說他沒感覺 我會跌下去 對不對 你為什麼要咬 我 我會掉下去 就是 你為什麼眼睛不撐開 會掉下去 那椅子很小 看你把他掉出來 你為什麼又掉下去 我手沒有辦法 要進去 他壓在我身上 到底要掉下去 掉幾次 我起不來 你讓他上去 欸 你妹 我現在很認真的在處理 你去救一下你妹 他掉下去了 那起來沒事了 他就喝酒 就這樣 他掉下去了 各位早安 後面的 請問一下昨天最後晚上發生什麼事 你就是吃完之後 回來睡覺 簡潔有力的結束了這一段旅程 而且我們還叫了Uber 跟大家解釋一下 周天為什麼是叫Uber 因為不能開車 所以我們叫了Uber回頭 然後我們就把車 留在市區 阿妹妹啦 昨天一直掉下去 找不到地板爬起來 你掉去哪了請問 就掉下去啊 掉下去 好醜喔 他還騎不來 啊這個咧 我腳好痛 他是因為他腳受傷 所以說他那個腳放大了 受傷的不能 不能 會放大無限 超級痛 我整個睡覺 都沒辦法睡 結果我們睡在這個 這麼貴的房子裡面 結果大家只是在那邊吃一餐 肯德基 原來想著美美的就是 買煮飯的東西回來 再買一瓶酒 坐在這邊 這是五個人一起吃 你走到海底到那邊 就沒辦法選擇了 欸我們就是瞬間 直接離開那個湯品區 虧那時候菜菜還找到湯品區 就覺得說我們一定沒有辦法在裡面買東西 所以我們就直接離開 我們在路特丹 特別開過來這邊體驗這個 而且睡到這個船 這個船根本沒有搖很晃 你自己看現在還好 他其實沒有很晃 他其實沒有很晃 是我們自己覺得他很晃 嗯 我覺得這樣 就是這樣 今天在路特丹就是這個樣子了 昨天晚上非常的瘋狂 然後我們給大家看一下外面有多漂亮 還行可以 但也是給了我們一個難忘的回憶 在體驗完之後睡在海上 欸我們昨天十點全倒欸 我們那個時差都靠這個補回來 等一下呢我們要回阿姆斯特丹 然後今天要體驗另外一個姑姑了 我希望我是快樂的 我昨天拍超多的 他的古裝震驚 這個一直喊痛 他這個一直掉下去 現在要去吃一家王庭推薦的早午餐 我們要不要就做外面阿 好 現在還不會很冷 然後我們要去吃這家薄餅店了 現在看起來很讚 是我們的套餐有附贈的 這是我們點那個天的 其實我們剛剛好像點三個欸 可能他以為我那個要點套餐 喔!幾乎汁都爆出來了 蠻好吃的 他其實一個不便宜耶 他那個套餐的話是二十幾塊 他點了個馬卡 我要吃麵包配果醬 點死人的果醬 滿滿的 這麵包很刮傷 上二位肉傷的麵包沒錯 各位我們的Smart Shop來了 有沒有看到它下面有告訴你 你會有哪一些狀況 這個亞特蘭提斯是 他說是最popular的 買這個popular的 OK 好 感覺你們好像有點tired 我們要前往就是 王廷介紹給我們一個很不錯的地方 它名字有點難念 來播給大家聽 對就是這個地方 然後它很漂亮 它裡面看起來是長這個樣子 就非常漂亮 然後我們想說去那邊試看看 會不會有那種同的藝術感受 因為旁邊剛好也是個很大的公園 我們也可以 relax 然後因為他們呢是第一次體驗 所以我覺得他們可以先吃亞特蘭提斯 這藍色的話也是比較popular 它看起來真的很醜 而且非常難吃 看起來超噁心的 我上次沒有那麼大塊耶 他有咬的 他可以咬 耶 各位 吃了吃了 太大塊了 你們越脫它味道會更難吃 那是什麼味道 咬到後面會不會覺得有點澀澀酸酸的 那有點酸酸的味道 那個味道很討厭 你又要推一下 酸酸麻麻的 那我來吃吃看這個紅色的 我想到我之前吃的口感真的不是很想咬 但是它噴到你真的噴不下去 好 到了這個很漂亮的公園 那我們去找個地方舒服的坐下來吧 Thank you 很漂亮耶 我覺得這個公園不錯 看某個東西 比如說看某一隻鳥 像剛剛有跟鳥飛過來 你就直接去看它 你就會覺得那隻鳥變得好大隻 他好像沒有在聽我說什麼 你剛剛有聽我說什麼 你剛剛有聽我說什麼 鳥很大隻 請問一下你們到目前為止有什麼感受 我還好 我還好耶 感覺好像在看一部電影 感覺好像不是跟你們就是同一個空間裡面 你們都沒有這種感覺嗎 我知道你說的感覺啊 就是好像自己跟你們沒有相關 他進入狀況那是好事 你浪費錢了 不是我們花不夠多錢是浪費錢的 我也浪費錢 沒那麼快啦 我知道他長得很立體 他突然變得很立體 他突然變得很立體 然後眼睛 眼睛還都睛 然後鼻子要開始 好慘 我們昨天狀況跟現在不一樣 現在是快樂的 現在在EOS冷靜耶 好啦 到了啦 那我們現在怎麼辦 我們要下車喔 下車 我覺得這車做到 你覺得如何 沒有happy 你應該完全狀況都沒進吧 我覺得就暈暈的 我覺得只有樹葉很亮 他跟小楊上次的狀況一樣 妹你覺得如何 厭世 你是看到什麼讓你覺得厭世 想多一點快樂 就是你看起來也不快樂 看起來你很煩惱 沒有 我是覺得這次沒有很快樂 有點小失望 他昨天晚上比較好玩 比較好笑 今天不好笑 好啦 自己到這裡 之後大家有機會可以來荷蘭這邊玩 不要冬天來 冬天真的不行 好啦 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下次見 下次再見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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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